就单纯从能量的角度来思考 这样的技术还蛮多的 你比如最典型的罐头 罐头的产生也是为了战争的需求 长期我要去补充一类补给 压缩饼干 方便食品 都是这么做的 那么如果最接近于目前 这个短片当中的技术 其实就是我们的医学营养 当你不能进食的时候 我是可以直接给你打营养液的 我给你把氨基酸 糖类 各种各样的 我都给你打进去 但是你说怎么改造 把人改成一个消化系统 就给它旁路掉了 我直接进到循环系统去 这个过程中可能更多的还停留在 这是一个响的一个层面 只是一个幻想 还是一个幻想 因为消化系统的作用 绝不简简单单的 就是一个把能量 把外在的食材 转化成内部能量 这样一个过程 它有非常复杂的一些交互 包括你的免疫系统 内分泌系统 神经系统 都跟饮食和我们细胞 以及我们肠道内的微生物的互作 是有一个高度的关系的 吃不简单的是一个生理层面上的东西 光在循环系统 或者是细胞系统 内分泌系统 吃的过程 其实是促使我们进化的一个过程 我们社会怎么形成的 就是当我们的祖先 从树梢上来到地面上的时候 寻找食物 要结伙打群架开始 对 打什么群架呢 要捕获比他们的身体大得多的动物 来果福 这样分化出社会了 更不用说 吃的过程呢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季节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怎么感受到 吃对我们自身的肯定 和吃对我们欲望的一种鼓励 这也都靠吃了 所以吃是一个本能活动 在我们地球出现生命 只有单细胞的时候就有了 它吞吃分裂 然后慢慢的集合成为了一个细胞群的时候 它就需要有分工了 这个分工也是为了更多的觅食 那么它要感受到 它所觅食的目标在哪里 慢慢的分化出了我们的感觉器官 比如说你听到的 看到的 感觉到的 那所有这些信息汇种以后 促使我们有一个加工器 这加工器就是大脑 因此吃不简单的 仅仅是一个为了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 所以吃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只要生命这个个体还在进化中 它就离不开跟它的环境的互动 人跟食物的互动 是人在吃的这个问题上面的第一道血糖 那我们回到刚才这个短片 我记得在这个 就是回到一个原始的问题 就我们为什么要解决这个吃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两组科学家 他们还在发展未来 一个是解决食物 有更多的物产 更高的产量 就在食物上下手 另一方面是改造人 大家一直在讨论 但是真的往前走了多少 因为目前来说 我觉得我们看不到 它像这种人工智能 5G这种技术 真的在运用上那么突破 这个特别是这个科学家 您谈谈这个目前的情况 这个人类的人口 或者说我们的农业史 实际上是一种能量的利用史 我们现在必须肯定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吃的 不管什么食材 它是来自于第一级的 出生的这一部分的创造者 就是我们来自绿色植物 或者是藻类 把太阳光变成了 它的这种化学能 然后再通过食物链 一层一层的 不管你传到了动物上 还是传到了水产上 人类在一个食物链的顶端 去获取 所以今天就看一亩地 其实一亩地的 光合效应的总转化效率 大概就是2% 或者更低 这个里面 光合作用尽管只用了2% 但已经极限了 总量是很大 农业部有一个数据的 我们今年的春波期间 供应的化肥总量 是6000多万吨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这个数字就意味着 我们全年的粮食中产量 是要依靠大量的化费来支撑 如果没有蛋 其实我们生产不出那么多的粮食来 那生产不出那么多粮食 也很难把植物蛋白转化成为动物蛋白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光合作用 除了提供我们粮食安全以外 还有能源安全 对 我们今天能源的一切 可再生能源也好 或者光合能源也好 甚至水利也好 都跟太阳光有关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的能力提高 至少在当下的 比如耕地问题上 我们会有非常多想象的空间 还是从水道举例 我们第一次绿色革命 大概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 第二次绿色革命 袁老先生 袁隆平先生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杂交水道 就使得它的母产再进一步的增加 下一代 可能更多的是依赖于基因的预走 来保证我既高产还好用 所以我想呢 再跟去改造人类相比 我们今天在改造农业物种的 至少在它的增产 增收提升它的品质上 还是下非常大的力气在做 尤其是中国今天 我们讨论粮食安全 种子安全 那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像您说的 他会考虑得更远一点 这两年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法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终究要走向太空 所以就有所谓的太空基因工程 这个过程中 是一定要想办法 在宇宙当中 我们依然能保持自给自足的 可以利用在宇宙当中的光线 比如在太阳系 可能是用太阳光 还能够去维持生产 大家这个时候呢 这个思路就变了 比如说考虑的更多的是藻类 不再考虑高等的 有维管素的绿色植物了 我们来的蛋白 很多考虑到了昆虫 甚至考虑到了像蟑螂这一类的昆虫 可不可以把他的这些氨基酸蛋白质 做成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个呢 也是有我们类似于地球圈计划 或者是类似的这种 多前行物种的各国的计划 其实都有在不断地去做 都在做 都在做 都在推进 是 这两条路径再往前走的话 它内在的一种驱动力 是不是一种人类 长久以来的一种危机感 哪怕这个世界上 物产够丰富了 还是不安全 对 因为失度的安全 能够使人不断地激发起创造力 比如说走向太空 比如说激发出 让自己更有效地利用农作物 更有效地利用空间 更有效地利用阳光 如果我们改造了人类 使人类变得是肆无忌惮地 可以拥有安全感的话 我相信这个改造 就是一场失败 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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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听完各位老师们的讨论 瓦克受益匪浅 人应该保有适度的安全感 并努力维护整个生态的平衡 同时我也想请问各位老师 在对待吃的这件事情上 有什么是人类不能越界的 我想 道德经当时说过 当然那是个食物匮乏的年代 五色令人色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齿整甜脸令人心发狂 是以圣人为父不为母 去比存慈也 他说呢 就是凡事也是 不要去特别大的一个越界 在我来看呢 其实就是在于 我个人的态度 如果今天陈老师请我吃一顿 特别好吃的大餐 我去 如果今天 我可能对于吃 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必要 哪怕就是一碗 开水面 我也很高兴 去感恩 我感恩 我还可以在一个和平年代 还有人想着我 会给我做一碗开水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不可能变成 我们未尝的奴隶 但是我们应该用力地去生活 陈老师以前讲过这个话 用力地去对待每一顿饭 去体会这个饮食之外的 能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 还有一点呢 我特别强调的是 大家尽可能地 还是不要吃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 其实某种程度上讲 也是因为 这几年人类对于 自然的索取太剧烈了 造成大量的瘟疫的源头和来源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可能要对这个自然 这个生态还有善意 还是要尊重生物多样性 尽可能地不要去求一些 太过难求的食材 几乎所有的宗教 都会利用吃这种途径 来帮助人们进行修炼 无论是哪种宗教 所以吃其实表现的是 人们的欲望 那么通过吃 我们可以把欲望管理好 控制好 使得欲望为我们 和我们大众去进行服务 因此吃能够帮助我们进步 那么吃的好坏 不论我们遇到的是什么食物 关键是你要了解 这个食物究竟代表了什么 产生食物本身 拥有气候地理环境 各种各样的因素 你吃明白了 你自然知道感恩 你自然知道你的欲望 是应该服务于 除你以外的更大众的人 所以吃能够促使人的进步 刚刚尹燕老师提到了太空基因工程 那说到未来饮食 瓦克联想到在三体小说中 人类移居到了太阳系 各个不同的行星的太空城当中 培育了一些太空食物 那么这些在太空培育的食物 是否适合地球的原住民使用呢 你知道小麦是西亚的 土豆是安基斯山的 这些东西本来中国人也不吃 茄子是印度的 随潮的时候才进来 所以我相信 至少对中国人的未来讲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智慧 不管你什么地方做来的食品 我们还是有本事 把它处理成中国人 按照中国的文化和传统 把它加工成我们喜欢的食材 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于 即使在太空当中培养的 目前的食材 我们今天尚没有看到 可以超越我们今天 比如说类似于光合作用 三色素胜循环等等 这些基本的化学规律 所以最多它可能只是在一些 我们对它的一种培养方式上 和口味上的细微的差别 但它做出来的还是当前 我们可以遇得见的这些物种 科技的发展 似乎对我们的吃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颠覆性的这种影响 人们对于食物的要求 仍然是营养啊 美味啊 可口啊 就像博士的活氧镜 VOC Sensor技术 可以智能启动活氧除菌进化 24小时检查冰箱的异味 食物即使存存15天呢 也能够保持营养 这个它提供这样的一个 保鲜的 这功能更强了 对 保鲜的超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科技的不断创新 一方面提高了食物的质量与产量 一方面呢 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短片啊 就是这个二位老师 就是就特别是您这个基因编辑的专家 单纯技术上有没有通过 可能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对人进行改造 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呢 实际上就等于说如果把生命看成是一个语言 它肯定会错吧 就像我们抄个课文 这个字抄错了 怎么改这个字 那过去很麻烦 现在很聪明 我们从古细菌当中学到一种技术 有点像我们word里的查找替换 我给出一个靶向性的序列 比如说床前明月光 你把明月光打成明日光 没问题 我就找到那个字给它换一下 整体一点查就都替换 全部替换掉了 这个本事呢 不是人发明的 是人发现的 是跟很原始的古细菌去学到 但是这个发现本身 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就我们还是肯定了这个发现 那么今天科学界呢 所谓的科学伦理 我们不能对生殖细胞下手 我们可以对体细胞下手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把错的改对 但是不能把平常的变优 因为我们其实也定义不出来 什么就叫更好 所以您刚才讲的很多的问题呢 技术上它都是可以做的 伦理上好多的事情 我们先说有一个公约 至少有善良 有良心的科学家 遵守公约的科学家 它是不会做的 具体来讲呢 这个殷老师 就是比如说 像我们这个做电影的 我们就拍个科幻片 说我们人类一日三餐 通过基因改造 可以一日一餐了 这个是能做到的吗 很难的原因是在于 因为我们本身 还是道法自然的 你是有周期的 细胞是有细胞周期的 也就是说细胞的节律 不会因为你简单的改了几个 地球毕竟围着太阳 这公转这一圈 它自身的自转 这都是确定的 所以一日一餐 我目前是做不到的 当然人类不是自古以来 就一日三餐 我们在汉朝以前 老百姓两餐 也确实是这个样子 很多打仗的时候 就一餐 在极端条件 还是可以去调节的 但是比如说 是不是可以通过 一定的这种干预 让人的代谢 在一定条件变慢 那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就像冬眠的方法 类似于这样的方法 是可以有办法 让你进入到一个 比较低的代谢状态的 生命本身是有带上能力的 就当你在一个 在一个方向上面 走得太远的时候 它有一种功能 可以把你拉回来 你像佛教当中的入定 或者是短的一个休眠状态 它是降低人的 新陈代谢率 这样子是要有一定的环境的 比如说 低含氧量高海拔的一个洞穴当中 而且它本人经过长期的训练 可以用较少的食物 来维系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代谢状态 可以入定 入定可以在一个山洞里面 由它的地址 把它的山洞封起来 在里面入定两年三年都有 然后出来的时候 要用一块毛巾 把它眼睛蒙上 而且要用一个铜波 用一个锤 慢慢地唤醒它的一个意识 然后再把它抬出来 这有一整套的程序的 那说明了人是可以不借助于基因改造 用另外的训练 或者是意念的方式 进入一种新陈代谢率非常低的状态 应该来讲 我们现在都知道 不管是清断食或者是屁股 是用一个非常短的 对人体进行我们叫折腾的方式 来使人体进入到一个低能耗的一个状态 然后因为熬过了边界点以后 可能我可以去消耗体内助激的能量 特别是免疫系统的重启 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实证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坐屁股 很危险 因为很多人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极端 甚至死亡的都有 对 所以有些事可能是省不了的 基因很神奇 但是还不能够 就像您去说的 我们去产生很多 原来人类不具备的功能 所以归根结底 可能我们从原来吃不饱 到现在吃得太多 我们现在开始往回调 找到这个平衡点的过程中 人类会采用很多的方式去反向调节 但是以我们做生命科学 这么多年来看 生命总有自己的对抗的方法 所谓生命总会找到出口 当你往一个方向走得太远的时候 它自己会给你自教 且它自教的这条路径 是科学家想不到的 有点像掰了手朵砸了自己的脚 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不可被认知 不可被设计的 对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在考虑 有没有基因技术可以改变人 你食物之间的互动关系 让它对食物的依赖更少 让它在社会的活动当中 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 去重置其他的事情 我相信人应该做的不是基因改造 人应该做的是一种欲望的控制 跟安全的管理 那么到今天呢 它就到了一个极端 你看很多女孩子吃代食的食品 就有点像能量棒 说这个东西 它可能看起来是很科学的 完全按营养来分布的 味道可能也不一定怎么样 但是它可以减肥 可以怎么样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饮食的取向 你们二位怎么看 我可能会就是给您讲两个例子吧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肯定是从营养缺乏 走向了营养过剩 这个时间非常短 还是科技的力量 包括第一次绿色革命 我们把农业起来了 我们人口真正能大面积增加 其实是几个核心物种的变化 比如土豆 让欧洲人起来了 后来才有了 哪怕是今天的美国 是一位土豆闹的饥荒 所以大量的 英格兰土地饥荒 然后造成它的藩树国出去了 第一次绿色革命 其实是把小麦和水稻 河本坑的作物变矮了 所以就使得非常多发展中的国家 可以至少在河本坑作物自己了 我们在二战之后的这个秩序 才得以修复 全而解快速地从大概二三十亿人 蹦到我们今天的七八十亿人 那么再下一步 我们今天讨论的更多的是 均衡营养 其实再往后是精准营养 当然从均衡向精准走 这个过程中你要测量 如果这个测量的成本太贵 大家还是不愿意做的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就单纯从均衡样去角度去思考 我们今天采用活源论的方式 去拆解今天的食物 包括它的能量和成分 肯定还是会挂一漏万的 比如第一个 我们就说最简单的大米 我们大量吃掉了精米以后 它的米糠当中 维素或者说维生素B族 其实没有了 倒过来 现在我们还开始吃糙米 我们看电视剧里面 就讲了这么点话 人是吃了碳水化合物 猪却吃了维生素 它讲的就是 我们可能把米的这个米糠 这个米的壳中的这一部分 比较精华的这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丢掉了 而我们单纯要了碳水化合物 恰恰碳水 或者说我们的糖类 电肥类物质 是我们现在不是说很重要的 那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过去都认为 比如说配方奶粉可以取代母乳 就有点像说 能量瓦能取代一顿 所谓的很复杂的政策 可是我们后来 经过测妈妈的乳汁 发现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寡糖 这些寡糖不是喂孩子的 是为了诱导孩子的肠道菌群的 也就是说母乳在补 给孩子进行营养补充的同时 同样的把孩子内 至少在六个月之内的 它的益生菌给补起来了 双气感菌乳酸感菌 是要靠妈妈乳汁当中分闭的 这一部分的寡糖来将它实现 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简单地通过几个配方 就可以说这个人就进入到了 一个全面营养的状态了 它其实有点像 我用一个简单的化学的方式 它是一个低纬的 去解决一个高纬的生物学问题 生物学过一段时间 一定会告诉你 你可能错了 然后它再补 所以我不认为 可以长期的人类 就是通过几种简单的一些 配方 或者是方便食品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能量激素 来满足我们全面的一个需求 就是所谓营养的这个概念 也是在有现代科学以后才有的 就当年吃 是为了人能够融于社会 融入社会 在社会当中承担一个社会角色 然后取得一个社会的身份 所以这个很重要 吃它是有指向的 今天的吃 更多的是为了一种社会角色的形象 比如说不能太胖 比如说要符合某种审美 一种时尚的审美 还有要满足于某种生活场景当中的 场合的这种要求 比如说去酒吧 或者去某种某一个社交场所 所以吃的指向性不明确 那我觉得在人类发展的阶段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这个阶段 人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被自然所驾驭的一种规律 今天可能人有了自己对审美的考虑 人开始要改造 吃跟人 食物跟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 人可能是走了这么一条路 老师们 听你们聊了这么久 瓦克很好奇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不好吃的人呢 我没有遇到过 我身边好像包括我都是吃货 我们都喜欢吃 有啊 我太太 因为她的食谱比较窄 她是个宁波人 她就喜欢吃小海鲜 海泽 尼罗 这些她最喜欢 但是你让她吃面条 她会觉得咽不下去 尼罗克 这个病理上一定是有的 比如说厌食症 这肯定是的 这还不是一个小素的群体 在过度节食以后 可能会产生厌食 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激素紊乱 可能会即使重新再恢复食欲的过程中 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健康状态 所谓过忧不及 您可能不知道 我是一名精神科大夫 我治疗过厌食中 如果是按常规的脱敏治疗 逐渐增加食量 一般不太治得好 满贯治疗容易治好 怎么叫满贯治疗呢 让她饿透 让她饿到血糖很低 依次果服的愉快感 让她恢复到正常 这叫满贯治疗 所以美食对人 不但是能量的补充 也是治愈的过程 我们在很多时候 我们的吃这个动作 包括觅食这个行为 都跟我们的社会学上有意义的 比如说一个有强烈渴望的人 他的密室行为会转化成为 他对学术的不懈的追求 这是一种探索探求的过程 我们的整个吃饭吃得非常有滋有味 这个人的情感反应 审美跟道德不会差到哪里去 爱政先生说饮食男女 但是当你有一天 在餐桌上跟朋友吃饭 跟家人吃饭 跟各种各样人吃饭 你享受那个吃饭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但是它又承载着那么多的情感交流的可能性 你就会理解什么叫饮食男女 你就会对世俗生活有一种尊敬 一些简单的人的欲望 人的本能 人作为一个生物体 围续生命往下走的这些要求 有一种体谅 有一种体贴 我觉得这时候 他就对一个创作者来说 你也可以说 获得了一种生命哲学 也可以说获得了一种创作态度 原来一餐饭可以有这么丰富的含义 那请问另外两位老师 你们有哪些生活感悟是从餐桌上获得的呢 因为我本身是做金组研究的 所以可能我们在去看任何一道菜的时候 都会去思考一下它的种子是哪的 它的来源是哪的 它未来的方向可能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菜和那个菜会走到一起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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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